大家好,我是拉人角 美丽新香港的观众留言,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很多观众都想我谈谈屋苑和大厦 今天我尽量一条影片谈两个,因为有很多观众问问题 而今天两位观众,一个想问将军欧坑口屋苑的分析 而第二个,他说看了胡雪楼市的影片,他觉得i-60这个盘很有可疑 我会和大家谈一谈这两位观众的问题 好了,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订阅请帮手订阅,赞同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手订阅所有广告,多谢大家 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屋苑想说的,因为有我就方便我找 不如大家把你的问题放在这个 楼市专栏六字居一条影片里面 即是在里面留言区留言,方便我找回你们的问题 还有留言,最好就详细一点 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将军欧,或者介绍一些大厦 你要我怎样介绍呢?其实你们上网可以找到,譬如这一座大厦 那你去中原那里找到几时,条街在哪里有多少座屋苑 其实这些事情就不用我说 如果你是想问我这些问题,就写得详细一点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回答你们 好了,第一位观众先啦 拉仁哥你好,我希望你可以抽时间讲下你对将军欧 限后奥运的分析 我是住在这个将军欧已经十年了 本身拥有这个将军欧中心 新宝城和东港城各一 物业应该不是密室物业 由于家人需要,只有一个出租 前年本来打算离开香港 上年留下 总要有人留下坚持的,我选择坚持 那你真是 为什么你选择坚持呢 有时其实要看一下这个49年的教训 即是49年,有些人留在大陆 那有些人就出来 即是49年留在大陆那些 有没有人过到这个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呢 这个就真的是 有时就不是坚不坚持 有时我经常觉得 做人一定要顾自己 我自私,我都顾自己 我们顾自己是两个东西 就是自己的家庭 还有保命保险 你照顾到自己家庭 和自己的条命 你的钱 你才做其他东西 即是我日路,我又做人态度 都是这样 好了,继续看 但生活还需继续的 眼见楼价跌成这样 想请教一下 将军欧坑口的 屋苑分析 其实自己都没想定 如何部署 所以现在 自己了解一下 你对这个区的分析 感谢 祝新年快乐 都过了 不要紧了 你现在有三个物业 有两个就住 一个出租 那你意思是否 出租的买不买呢 我觉得如果出租的买了 因为楼价都下跌了 即是尽快买了 出租的 其实你这三个物业 我个人 喜欢 就是中间浩中心 因为我去过中间浩中心 我经常谈朋友 我觉得那里挺方便 东港城我都去过 但我觉得走过去 好像 不是那么好 我都喜欢近跌跌站 中国的中心 其实或者简单一点 你要住两个 你一个出租 换句话说 你先把出租的买 去买 起码 锁定了利润 或者 可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利润 有利润就先锁定了 因为未来的楼价 都是跌的 你早买就早着 然后你又想个分析 和部署 是什么意思 是否叫我三个 如果你说我三个 就选一个来住 我自己会选中国的中心 我喜欢 交通方便 10大屋苑巡礼 其实我都会做的 你一个就是新都城 我做了一半 后来 有很多东西 所以就 丢下了 我想 我的部署 先做了10大屋苑 然后20大屋苑 慢慢将屋苑 再解答一下 你们的问题 这位观众我不知道 我解答了你们的问题 我意见 第一 你出租过 第二 如果你要我这三个地点 你选一个住的 我觉得中国的中心交通方便 我会这样选 如果你觉得我回答 不是你想知道的 麻烦你写得详细一点 因为我就不太了解 你 你说就这样分析 你要分析些什么 交通便利一点 其实各位观众都是 你写得详细一点 我才知道 你们想问什么 否则我有时 你这么空返 我都会想错 好 另外各位观众 在影片中有时间讲一下 这个I-City 这个 极度可疑的 楼盘 详情请看 这个 最新的影片 那条片我看了 我就明白 你说极度可疑的 盘 你是不是意思 他明明是工厦 但就好像想 假扮到住宅 你可以进去住 其实这个I-City 已经不是第一个 楼盘 其实之前 很多工厦 都是假扮在一个 博客 工作 但谁知道 每个人都在里面住 互相流消 这条片都看了出来 就是那个实润的问题 就是工厂铺 计算建筑的 我们现在住宅 计算这个实用 如果计算实用 它只有四成多 其实真的 压秤 只要你问我 因为我以前 买的工厦 你怎么也有七成 因为工厦 始终有一些 走楼位 要供摊 但如果供摊完之后 只有四成三 还是四成七 那就真是 离谱了 第二样应该可疑的 就是 发展商 送了热水楼 放在这里 叫你自己安 他不会和你安 其实发展商 就是暗示 你可以在这里洗澡 但问题 你也看到这条片 是不是 其实 洗澡在这里也不舒适 你的水都流出 根本是不适合洗澡 不过他也是这样做 给你的发展商 其实里面的 什么东西 我就不说了 其实最重要 大家也会有兴趣的 这些工厦 住宅楼 能否买得过 像I-City 实润率只有47% 然后 楼底很高 有时 那只窗子 有点滲水 以及你一支工业楼交给你 不是住宅楼那么好的 很多东西都是 好像毛泼 为什么我说这些 工厦扮住宅楼 投资不过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 它的价钱是超贵的 一定是1,000多元尺 我记得 林志峰 在香港仔 也有几栋 买出来 好像买到1,700 当时我已经说 你工业契 买到1,700 即是大堂很漂亮 好像鼓励你一一入住 因为你今天看到这些问题 但你买了出来 买家一样看到这些问题 其实很难转手 或者你看回成交 这些 假设宅楼的工厦 很多时候你买了出来 两年你买了出来 你是要输钱 刚才我说$1,700 是说建筑 不是说实用 所以如果你转到实用 你一尺是$2,000多元 其实非常贵 而且这些工厦 假设宅搜索 你第一手买入 就很容易 到了你买房子时 很困难 整条影片 胡雪楼市有一件事 没有说的 就是 它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些工厦 经常被地震处 突击检查 当你被地震处 捉正 你住 其实你也很麻烦 这件事胡雪楼市没有提及的 因为它这个工厦的契 其实你要安定所有水龙头 即是天花水龙头 那里也是一笔钱 所以不是在iCity 只在这个盘级可以 所有 我想超过一万元的 一尺的工厦 大家就要小心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等我回一会 我睡醒 我会再回答 两位观众的观众留言 最后就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看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